這個單元我們來看一下多項式分式不等式 我們前面有提到不等式裡面它負號的個數如果為基數的話 則我們就要去做一個變號的動作 但是在導數的狀況之下它並不會改變性質符號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假設f跟g它們兩個都是實係數的多項式 而當中g它不是一個0多項式 則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會得到g分之f如果大於0 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前面的分數看成是f乘上g分之1 也就是說它們如果一開始兩個相乘是大於0 則我們也可以直接觀察到f乘上g也會大於0 同樣的如果今天g分之f小於0 則我們可以觀察成f乘上g會小於0 而當今天大於等於0或者小於等於0 其實我們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式來做一個解題觀察的動作 舉一個例子來看 今天如果要解這個分式不等式 那我們可以把原來這個分式不等式 直接觀察成兩個相乘也會大於0 再來做一個因式分解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在數線上會有三個點 -3-2-1 複習前面從右邊的數線開始區間由正負正負去填上 而題目大於0則我們要找正區間 所以我們x的解就會在大於1 或者在-3跟-2之間會得到一個大於0的解 -3-2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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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